這幾個月就拍了一段視頻 我慢慢就講華為 一講的話 就有些人立刻上火上頭了 立刻就問 喂,你是不是中國人? 航奸 同時間有些人就聽我說批評特朗普 立刻就說 你一定是受統戰了 那不是的 美國有很多人都是批評特朗普 我想批評特朗普的人 是不會少得過贊成特朗普的人 同樣道理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些人就批評在日本 就批評這個東條英姬 批評日本軍政府 立刻是不是有人說 Annawa Nihonjinnisgar 你是不是日本人? 這一種是指問立場 而不問是非 我想沒有人是可以做到完全客觀的 我不行 歷史學家做不到 一定是受你所識所學 你所生活過的背景 而影響的 但是我盡量要抽離 如果我有些事情說得不對 你指證我 我願意修改的 也受教的 希望是如是 但不是的 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當然是中國人 但是 我說了很多次了 我是一個中國人 之前 我首先是一個人 人一定有四端的 我國的先言 孟子所言 無策印之心 非人也 所以我有同情孟晚舟的 我是有同情的 我認為他是應該值得保釋的 事實上他也得到保釋 也有一個合理的 透明的審訊和對待 是啊 無策印之心 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有些事情 對的 那你就要肯定它 不對的 那就要批評它 但是現在不是的 近年呢 你在中國生活呢 你看官媒、內媒 或者是一般民眾公開的言論 就是不同的言論 可能有一些不能夠公開講 現在 但是公開講的那些 我先講 就是你發覺環球時報 或者外交部發言 很容易做的 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人家的錯的 就是沒有我們的錯的 那不是的 我們要是非之心 誤日三省誤生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想想 是不是自己錯了 如果是自己錯的 有則就改之 無則就加免 這個才是做人基本的原則 就是無是非之心 就非人也 無慈仰之心 有非人也 就是我們是不是也要謙虛一些呢 那就是 不折騰的嘛 這個是胡錦濤說的嘛 門星發大財嘛 江澤民說的 我們慈仰一些 就是不要開口埋口說 我們現在有多長大 就是一開口埋口沒有我們 你們就完蛋了 就是這些呢 就是不是一個中國人的行為 連一個人的行為都說不上 最後了 無修悟之心非人也 就是 在我講 孟晚舟 講華為的時候 有些人立刻說 喂 那又怎麼樣 我們是有竊聽 是有盜彩的 那美國沒有嗎 美國也有 美國也做了很多這些作奸犯科 伊拉克 大殺傷力武器也怎麼樣 就是 零鏡計劃也怎麼樣 又偷聽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講華 就是 美國有就譴責美國了 美國有 那你就應該懲罰他吧 即使懲罰不到 你也主張懲罰他 所以你看回我的片子吧 我幾年前已經很同情斯洛登的了 斯洛登的 就是我認為斯洛登是做得很好 是揭露美國的 黑暗的一面 我這裡收藏了幾本書 CIA的佛語罪 經濟殺手 那些美國的經濟殺手 那些書全部都是譴責美國的 還有一些 就是南美拉美那些 解放神學 那些書都是批評美國的 就是我自己讀了很多這些書 最重要是我受影響的就是 這個 巴勒斯坦籍的學者 Edward Said 薩伊德 他們這些批評美國的 就是我吸收了很多他的觀點 但是問題 美國壞 美國做犯法的事情 是作奸犯科的事情 就不代表我可以做嘛 是不是? 就是這些叫做收戶之心嘛 美國做我也做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些呢 就像小學生邏輯 就是做小學老師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一些學生是這樣的 那些學生怎麼說? 喂 陳小明 你聊天啊 張強先聊天啊 你不罰他 你罰我 就是這些小學生邏輯來的 就是別人有聊天 你也有聊天 那現在我是抓你的嘛 不是在說別人 別人也是別人的問題 就是我講你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 我是有做過的 那你就應該要收戶啊 要檢討啊 而不是 就是一味死殘 那當然了 就是我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的 孟晚舟和華為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是法庭去解決的嘛 但是現在表面政公 就是華為的律師 他自己在敘利亞披露 原來聲通一直是受華為控制 而聲通的確是有違反 就是 伊朗和敘利亞禁令的 所以這個是表面政公是成立的嘛 既然表面政公成立的 就應該交到法庭去解決嘛 就是這個是最基礎的邏輯 就是講起一些 就是很沮喪 然後那些人馬上再說了 就是我今集的目的就是 希望從邏輯上 就是逐一反駁那些人 其實我之前我以為講得很清楚 但是仍然有人繼續說 就是說 美國的法例 我們在外國什麼搜? 正如中國的法例 你在美國人也不需要搜 有人說 如果你在香港 你打了一個美國佬的錢包 美國政府就拘捕你 當然不行了 但是問題 你有沒有記得 那些 在菲律賓 那些詐騙 詐騙香港 詐騙中國 那些 猜猜你死死的那些 那些台灣人 最後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 就是中國要求菲律賓政府拘捕他們 然後引導回到中國 那原理是什麼呢? 我們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法律 你去到境外 你是不需要守當地的法律的 但是前例就是 如果你是跨境犯法 什麼跨境犯法? 你雖然在菲律賓 但是你在騙香港人的錢 猜猜你死死 或者是那些什麼 入境處那些 但是 如果我們知道他是誰的 那我們報警 通緝他 抓他 而菲律賓假定是跟香港如果有引渡協議呢? 那麼菲律賓政府應該是要拘捕他原來引渡來香港的 那麼這個才是 合乎一般法治的原則 就是跨境犯案是應該有權引渡的 而孟晚舟 他就是海外 他做了一個presentation 就是目前的證據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欺瞞 就是匯豐銀行 告訴匯豐銀行 他跟聲通是沒有關係的 而聲通 沒有關係這件事情 而導致 就是匯豐銀行最後呢 是批出一些合約條件 或者是幫他匯款等等 那麼這件事情就是一個海外詐騙美國在地銀行 在紐約市分行的法例嘛 其實跟電騙案的性質是一樣的 而最後 美國政府是要求加拿大政府 是拘捕去引渡 那麼這個也是符合法律、法治的 那麼 而加拿大事實上是有跟美國簽引渡協議的 如果加拿大是決定不拘捕 那麼這個呢 就是因為政治影響的 他害怕牽涉到政治 那麼這個事情反而是損害法治的 如果他拘捕他 那麼這個才是正式符合法治的嘛 那個法治原則才應該是這樣的嘛 但是現在結果那些人都說錯了 說亂了 就是只問是非,就不問立場 無是非之心 只問立場而不問是非 而無是非之心,就非人也 那麼所以 就是 你是不是中國人呢? 當然是的 但是問題是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人 我首先就要懂得反省 否則這個民族 就是如何去 進步呢? 如何去檢討 如何去向前走呢? 柏洋那本書呢 叫做《醜陋的中國人》 就是第一章是怎麼說呢? 他就說一個人呢 他明明是不懂得空中飛人 但是每個人都說他 哇,你空中飛人很厲害很厲害 他聽聽一下就覺得 是的 我懂得空中飛人 結果他一跳下去就跌死了 就是現在中國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呢? 每天都制度自信 文化指訊 崛起 就是不斷地說這些說話 就是 滿星法大財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 欠虛 就是 永遠都應該是這樣的 君子求諸己 小人就求諸人 君子有什麼呢? 都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做錯 小人有什麼都指責是別人做錯的 這個是孔猛之讀 二千多年前已經告誡我們 也成為了我們二千多年中國人優良的文化傳統 但是今天好像 好像 如果說這些話的人 反而是曲高惡寡 就是如何不堪苛呢? 就是我呢 小時候在英國的時候 就很討厭英國人 因為經常受洋人的戲 受洋人的戲 就是他們 骨子裡也是看不起你白人之上 就是我記得1996年的時候 我在 在房間裡面幾十人一起看歐洲國家盃 德國是射十業 贏了英格蘭 就是我大喊歡喜 全場就看著我 是很憤怒的 但是問題 就是 在英國殖民地統治的年代 他當然當香港人是二鄧公民 但是 他也嘗試用公平正直的方法去對待 就是他明白 如果不是這樣做 他就很難繼續管治下去 就是有些人說你做英勞 英國人的狗 但是不是說英國人的狗 就是英國人 當狗當然是寵物 有利用價值才用 起碼都 就是happiness 就算沒有happiness 可能不可能是守門口 但是他也當他是一隻狗 是朋友 但是 中國人幾千年來也有一個傳統 就當其他人 就是統治階級 當其他人是奴才 這種傳統我們叫封建社會 但是到今天我們打開電視 打開文化圈裡面的所有事情 都好像還在保留著 一打開電視 就是 皇上 你對奴才這麼好 奴才真的受不起 就是 做朋友的狗 還是做人的奴才 哪一個是坎坷一點呢 我想兩個都很坎坷 但是哪一個比較坎坷 這個就是 大家自己想想 今天講的這些片言隻軟 也是 跟往日不同 往日多一些邏輯分析 今天 真的很慨嘆 邏輯分析得來 就是 相當陰然 唉 今天講的